最近呢有两部电影 被所有所有的网友啊都非常非常的关注 一个电影是徐中老师主演并导演的 我不是要神 四天时间累计票房12亿 上座率是多少呢 16.31 另一部电影也是我们大家关注的 崔永元老师的 你一定不要错过 上座率是多少呢 16.14 什么概念呢 就是四天超过了12亿票房的徐中老师 的我不是要神 与崔永元老师的 你一定不要错过了 中间的上座率是基本上持平的 一个是16.31 一个是16.14 大家都听明白了吧 说看待一个电影啊 是否牛啊 是否能够被所有所有的观众 所喜爱的两个指标 一个是什么呢 上座率啊 上座率是什么 是大家买票的这个 这个人数啊 比例 还有一个比例 叫做什么 叫做排影度 排片 可是恰恰 可是恰恰是在排片这个环节出现了问题 如此高的这种上座率 但是 崔永元老师的排片率 极低 只有北京 上海 这些大的城市 敏感度比较高的 排片率 相对来说正常 中等水平吧 可是全国很多很多地方的影院排片力 甚至没有排片 现在你就到你们当地的电影院 你说我想看崔永元老师的 你一定不要错过 就可能出现没有 没有影片上映 这是为什么呢 咱再谈一谈啊 敢说娱乐圈的 某个大嘴 他说了一句话 他说你们办想一想 崔永元老师说的娱乐圈那些事情 有多少人正在接受制裁 正在接受审核呀 有多少人马上要进去了 那就有了某个集团 某一些人 打电话联络所有所有的 院线的这帮同行说 就不能给他上骗 用某大嘴的一句话说了吗 这叫垂死挣扎 说好 我进去之前 我也不能让你好了 我也不能够让你成名了 我也不能让你证明了 你是对的呀 你这个电影就明日看 你的电影拍的呢 就不行 我们现在就要这种能量啊 全部团结在一起 就让你这电影啊 石沉大海 不拍片才好 所以啊 有很多很多的网友 大家想一想吧 你现在看看这个社交化平台上 只要有关于崔永元老师出现的每一个词 那都是热度啊 有人难怪了 说红贺你今天啊 你看你是不是蹭热度 是的 红贺也在蹭热度 红贺也在蹭崔永元老师的热度 但是这种热度是充满了对崔永元老师的尊敬的 所以你看你这样想啊 那个网络上铺垫盖地的这些网友都在想说 崔永元老师的电影我一定要看一定要看 但是为什么这个票房率这么低呢 你看不到啊 你没地方可看呀啊 你想吧 我们支持崔永元老师上电影院买一张电影票 看一看这个力所能及的事情 这个小事情很多人都会做吧 只有1亿人当中的话呢 50%那还是5000万的人来看的 可是排影排片出现了问题 没办法 你看电影你得上电影院看吧 那电影院不是咱家开的呀 不是这种普通人开的呀 那是什么呢那是有本事有背景啊有目的那才能给你放吧 没办法 所以呢针对这样的事情啊我们也很无奈 幸好啊现在很多很多的自媒体人影视评评论家全部什么呢 全部一条线上站在了什么崔永元老师这上了 表面一个姿态是崔永元老师你别怕 你这做太过分了以前我们还什么呢还是气象主义 左左右右现在我们明确了就支持你崔永元老师了 你是一个汉子你敢说 不给你排片吗 好了我们人心给你排 我们用我们的人心用我们的评论 用我们的文章用我们的短视频 用我们的点赞用我们的分享 我来给你排片你是一个什么你是一个无骗之王 所以啊人啊这个气场啊这种正能量啊这不一样的说你在主爱啊 再怎么这个困扰啊在取消排片有的时候网友眼睛他是亮的啊 他的心呢是敞亮敞亮的这是啥时代啊是你们能一手遮天的时代吗 我是红贺针对于崔永元老师高上作率低排片率的这件事情你们知道吗 你们怎么想你们在当地能够看这一场崔永元老师的电影吗 如果没有你们怎么办 谢谢